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没做完啊 吴医生 这就是你们刘欢欢这次考试交的白卷 一个学生在我们这儿补习了几个月 一考试 还交了白卷 这种事情要传出去 我们补习班的名声不就坏掉了吗 你放心 我不会到处乱说的 这个是您这次交的学费 我给您全额退款 牛沛 你们看的是补习班啊 孩子成绩不行可以再补啊 吴医生 我们这儿不是学校 我们是商业机构 这学校可以允许不及格降级 甚至于交白卷 可是我们这儿要是拿出这成绩里 那就不要混了 我们只有拿到百分之一百的有成效 才能提高我们的品牌 知道吧 就您这种情况呢 我确实没有办法让欢欢 再继续上我们的补习班了 欢欢就是因为不行才来补习的 不是你们补习班怎么能开出学生呢 陆医生 我说话直接 您不要见过来 我们这儿不是义务教育 我们这儿是商业机构 所谓商业机构呢 就是假以双方一指的合约 你们提供给我们商业价值和利润 我们给你提供相应的服务 这个双方都是互相可以选择的 你们可以选择我们 我们也可以选择你们的 陆沛 你谈这样好不好 再给欢欢一个机会好吗 你这样放心她 对她来讲太不公平了 我要是给欢欢一个机会 那谁给我们员工一个机会 那摊上欢欢的老师 绩效一下子被拉下了好大一段 那是要淘汰的 那你们不管欢欢了 欢欢怎么办呢 要不就不要补习了 让她回学校读书 继续自由发展 要不就改一个其他的补习班 再补就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出国留学 不过那就是你们的责任了 怎么做选择我没有办法 是你们家长的责任 学校的责任 社会的责任 不是我们这种商业机构的责任 另外陆医生 如果您想为欢欢办留学的话 我们这儿还有留学部 欢迎您到那儿去咨询 再去看吧 老黄黄交的白卷 你到底跟她说什么了 她能收这么大的影响 我们整张阵子一道题都没有答 孩子眼睛哭肿了 给她拿热毛巾敷一下 你到底跟她说什么了 这上面的题目 学校讲一遍 武器班讲一遍 我又讲一遍 做了无数遍 怎么可能不会 你到底怎么影响到她了 孩子眼睛哭肿了 给她拿热毛巾敷一下 你吼什么吼 爸爸妈妈 你们别吵了 我错了 我下次一定要好好考 妈妈 妈妈 坐下来聊要不 坐下来聊 欢欢从小学生初中 有一年的时间了 在这一年当中 咱们俩发生的时间 太多太多了 咱们俩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你老是怀疑我 说我不顾这个家 今天我可以跟你说 你和这个家 在我心里从来都没有改变我 你把人生气隶起来 然后你就会干净 你和这个家 你也不太多了 他都是怀疑你 好 也别再提离婚了 好吗 好 咱们为了孩子 以后 多鼓励他 多夸夸他 给孩子尽可能 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让黄黄快乐一些 好吗 起来了 黄黄 妈妈对不起 我今晚了 我现在就去看音乐 我不着急 不着急 你发什么愣啊 你爸呀 亲手给你做了早餐 妈妈在楼下等你啊 乖 来 换换下来了 来 油奶已经倒好了 妈妈给你包个鸡蛋啊 妈妈 我不想吃鸡蛋 鸡蛋一定要吃的 营养价值很高的 孩子不想吃就别吃了 行 那就不吃了 那吃个面包吧 妈妈 我想吃蛋糕 行 吃蛋糕 这蛋糕好吃 慢点 淋着 喝牛奶 好 吃吧 好吃吧 妈 我吃不事了 咱们走吧 行 那走吧 走吧 出发 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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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东西拿起完了吗 可以 我背 你这东西拿起来了吗 走吧 哎呀 今天的天气是真好啊 啊 是啊 漂真好 哎呀 黄欢 这不听英语了啊 那个至高你把广播打开 看看有没有欢欢喜欢的歌 哎 哎 欢欢 这首歌不是您喜欢听的吗 欢欢 昨天啊 是妈妈不对 爸爸跟妈妈商量好了 以后啊 再也不给你那么大的压力了 啊 对 欢欢 以后补习班咱们不去了啊 嗯 你爸的意思就是说呢 咱暂时不去了 最近一段时间你好好休息一下 哎 欢欢 今天爸爸下班以后 带着你和妈妈 咱们一家三个 我看电影好不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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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去吧 爸爸妈妈 你们和好了吗 对呀 我们和好了 和好了 可昨天你们还在吵架呢 和好了 我们真的和好了 爸爸妈妈还能骗你吗 快上学去吧 快去 进去吧 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啊 你怎么能承诺他不上补习班呢 是 我们是要减轻他的压力 可他成绩那么差 要是真的不上了补得回来呢 黄总 怎么又回来了 我是来拿帽子的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俩还是私教理他 我们俩还是私教理他 来 下来吧 慢点啊 最近啊 千万不要拒绝运动 另外要注意 不要感冒 谢谢 没事 有什么问题再过来找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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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坤 你怎么来了 那个你早上发信息跟我说 欢欢不和李雨桥一起补习了 到底怎么回事 进来说吧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我跟志高最近商量了一下 不想给孩子那么大的压力 当然了 以后还是要补习的 那我就放心了 孩子上学 补习是一定需要的 孩子嘛 小 都会有这个脆弱器 帮他调整一下 一坚持就过去了 我家小强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 真的啊 嗯 你们家吕翔也有这样的时候 对啊 那你是怎么调整的 反正我就是做办法 各种夸他 表扬他 鼓励他 不光是我 所以我认识的人 都告诉他们 只要见到他那边就夸他 夸着夸着 孩子就调整过来了 来 请进 吕医师 我在那边知道 吕医师 我知道了 去去去 那我先过去了 那个复习材料 我都给复义好了 过两天给你送 谢谢啊 那我先走了 你去忙 你去忙 不 你忙我也走了 怎么了你啊 没事 有点发愈 你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啊 白回跑 以后工地那边 你一个星期最多去三次 那怎么行啊 怎么不行啊 不优我的吗 没问题 不行 你家里事也那么多 换问这孩子啊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说 怎么了 怎么怎么说 前一阵考试又交了白卷 交白卷了 没事 我跟卢丽都说好了 解决了 我有一同学 这两天刚回国 他之前读的就是儿童心理学 你可以和嫂子带欢欢去看看 再说吧 哎 哎 哎 这样可不行啊 我送你回家吧 回去早点休息 不要 我们俩都走了 项目水关 我自己回去吧 方黄 来 吃泡沫 这海岸能看吗 走 上那边看 我给我吃 嗯 方黄 你自己看看 方黄 看编黑匣 你俩怎么样 看那个普罗米秀斯 那三地的 好好好 你想看什么 好 我什么都不想看 为什么 我想姥姥 姥爷 笑笑和小姨了 好 欢欢 那我们就回姥姥家 走吧 我现在有固定工作了 以后我愿意每个月 都给笑笑一笔钱 我只求你让我见见她 我只求你让我见见她 你怎么来了 你干嘛呀 你这你给我妹造成多大的麻烦 你还敢来 对啊 我现在生活得挺好 笑笑也挺好的 你就没事别来骚扰我 我知道你们看不上我 可是我要告诉你们 我今天来绝对不是纠缠的 我只是想见见我的女儿笑笑 为了她我努力工作 我考了导游证 努力挣钱 努力存钱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 我能够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父亲 出现在我女儿的面前 是 我和卢伟离婚了 可是我敬动你们 我还是愿意叫你大姐 姐夫 我知道你们看不上我 可是人会变吗 卢伟 我求求你让我见见笑笑 不用多 一个星期一次可以吗 这样吧 每周五下午 笑笑从幼儿园放学 你可以见她一个小时 谢谢 见什么见的 谁允许故意见笑笑的 妈 你小声点 你喊什么呀 笑笑都睡了 呦 你向我面前心疼你女儿了 你怎么不在 顾颖面前心疼你女儿了 我告诉你 我不许见 听见没 妈 卢伟一味地拒绝顾颖也不是办法呀 他毕竟是笑笑的爸爸 再是说了 他现在不是考了那个什么导游证儿 而且答应每个月给笑笑生活费 那如果他是一负责任的父亲的话 咱也没有理由拒绝他见女儿啊 导游证 就是考个火箭证我也不稀罕他 我不需要他的生活费 我就是讨厌他 我看不起他 卢伟啊 我告诉你 顾颖他是你的结束 他不是你的缘分 我求你了 你远离他 好了 话别说那么难听 卢伟有长性 我们都看到了 既然孩子决定了 那见就见吧 毕竟是笑笑的爸爸呀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接受教训呢 孩子的事 就让孩子自己决定 妈 爸 我们不是搬新家了吗 今天呢带欢欢来 一来是看看你们二楼 二来呀 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 就想邀请你们啊 去我们新家去暖暖房 对 一起去一起去 好啊好啊 姐夫 恭喜你们啊 终于有了落脚之地 来 爸 妈 咱们一块去 给他们庆祝庆祝呗 我不去 去吧妈 你就别置气了啊 去吧 去吧去吧 咱们 您去看看 正와 来吧 去吧 走吧 那你也早点休息吧 对不起啊 志高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行吗 我明白 那我就回新房那边住下来 来 鲁鲁 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商量 说 有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儿童心理咨询师 我想带欢欢去看看 欢欢心里没问题 前一阵我们俩老吵架 还是给欢欢心里造成了一些影响 现在课也不补了 今天还玩到这么长时间 我们再多给他点鼓励就够了 爸 还用得着心理咨询吗 你看啊 第一次他在学校考试交了百译卷 第二次在补习班又交了百译卷 可是私底教我看这些题他全都回 那就说明他不是能力问题 他是心理问题 去吧 去咨询一次 哪怕一次呢 好 那就去一次吧 好 那就去一次吧 好 那就去一次吧 那我先走了啊 爸爸 你去哪儿啊 欢欢 你怎么就去醒了啊 爸爸 你不是和妈妈和好了吗 是和好了 爸爸啊 突然间想到了 新房子那边还有一些资料明天一早要用 所以我今天晚上得回去拿 没事 你放心吧 等到家了以后我给你打电话 啊 欢欢 对 爸爸给你打电话啊 你过去睡吧 那我走了啊 一个小时了怎么还不出来啊 我还不知道谈得怎么样 别安心 没事了啊 你也是医生 你懂的 不会有事啊 出来了 欢欢 卢医生 卢先生 你们两件跟我来 欢欢 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等你爸妈妈好吗 坐这儿等着啊 哪儿也不许去啊 好 冯老师 你跟我儿子谈了那么久 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啊 卢医生 你取得医生资质用了多久 大学五年 住院三年 一共八年 卢先生 那你呢 建筑式资格证用了多久 七年多吧 那我想问一下 两位成为父母用了多久 从受精卵开始 到胎儿孕育成熟 到孩子降生 一共只有十个月 看起来 人们成为父母 是一种生物本能 是天赋的职权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 他有系统化的学习 如何做父母 爱孩子是父母的天性啊 还用学吗 没错 爱是天性 但是养育养育 除了养 尚有欲 这个欲 包含了向孩子灌输 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的过程 可是有问题的欲 也有可能毁掉孩子的一生 你什么意思呀 一个人所有的观念 都来源于他的幼年时期 尤其是零到三岁 成型在十四岁前后 这个时候 孩子所形成的 心理反应模式 行为模式 防卫模式 逐渐固化 这些模式将主宰 他一生中的世界 也就是说 所有孩子的心理问题 其根源在于家庭 温老师 我觉得你说这话就有问题了 你口口声声说 孩子的问题就是家庭的问题 不是那孩子本身就没有自己的缺点吗 比如说懒惰 比如说懦弱 比如说粗心 这些也要父母负责吗 再者说了 父母的事孩子又懂多少呢 我们常常说 孩子什么都不懂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其实我们的孩子 什么都懂 虽然他没有办法用成熟的思维 去判断一件事情 但是在他的潜意识里面 他能很准确地感受到所有的东西 特别是他赖以生存的空间 在家庭中 如果父母不和有分歧 那对于孩子来说 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他必须选择其中一位 来执行命令 那前世就会告诉他 你听从了一位 而不听从另外一位 那对于另外一位 就是一种背叛 这样孩子会非常痛苦 外在表现 可能是青春期的叛逆 可能是学习成绩下降 可能是更为严重的错误行为 您说得太对了 我们常说 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 其实反过来一样 没有不爱父母的孩子 在孩子看来 父母是一体的 自己和父母荣为一体 如果父母经常性地吵架 那孩子怎么办 两位父母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想你们两位的关系 最近应该不是很好 如果你们想让欢欢 恢复快乐 恢复自信的天性 那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在他们面前吵架 一定要做到夫妻统一 这样孩子才不会陷入到 失去父母任何一方 和失去家庭的恐惧之中 对不起 温老师 我想结束这次咨询了 好 既然这样 今天就到此为止 不过卢医生 我还是有句话想告诉你 现在很多家长有一个盲点 他们没有意识到孩子的尊严和权利 他们忘记了 孩子终究要离开他们 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孩子有孩子的感受 孩子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其实 孩子独立越早 对于父母越是成功 衡量父母的成功 不在乎是你们的孩子 考了多少分排了多少名 还在于你们的孩子 是否能尽早 独立把握自己的人身 告辞 奴隶 对不起啊 温老师 对不起 没有关系 在咨询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快去安慰你太太吧 好 好 好 再见啊 再见 奴隶奴隶奴隶 奴隶 你干什么呀 先上车跑吧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那个老师一直在攻击我 你还为他叫好 可是人家说得没错 是因为咱们俩吵架 欢欢的学习成绩才下降的 那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在我身上 欢欢的不好都是我的错是吗 是我们的错 我知道 你之所以这么生气 是因为你觉得很失望 你觉得你所有的付出都没有回报 我能理解 但是你要明白一点 我不是你的对立面 都说孩子压力大 他母亲就没有压力吗 孩子不好 父母还可以关心他 带着他做咨询 那母亲的压力谁管啊 父母抑郁谁管啊 这个世界上我可以指责任何一个人吗 而孩子没出去 就是母亲做得不好 那母亲我多痛苦 付出了多少又谁知道呢 我生了 我真的太受不了了 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都长得上劲了 我早上输的时候 手也在抖 我们孩子付出了那么多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在他面前接受审判 你什么 好了好了好了 为什么 我们俩共同努力吧 好不好 你放心吧 一切都会好的 慌慌会好的 我们大家都会好的 快 快 那我说唐宏小姐 您这是要跟人家争财产了 干吗呀 还让人觉得你光上正确伟大啊 人家对你怀着恨意那是正常的 你不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去温暖着孩子 还把那旧伤疤接受了 让别人嘲笑 不是我都不知道怎么 真喜莫顺 吴莉 我是真不知道 这孩子以前有这么多过去 你说他不容易 那我就容易吗 您又不是不知道 我在这个家吃了多少个 受了多少罪 我为谁啊 还不是为了宇飞 我保护我的女儿 那也是天经地义的呀 不想说话 真的 帮我想想办法 我知道出了什么叉子的话 那宇飞怎么办 你现在唯一的办法就宇飞 如果宇飞能说动老相的话 你还有救 对啊 老相这么心疼宇飞 没准有戏啊 好好好 卢力 你也来吧 他们老相家的人 都信任你 你要来的话更靠谱 我都去不了啊 明天我妈要去我们家门房 好 那不行 我先去抓宇飞这个救命稻草 司马到我马医吧 好 好 大家好 来日子 碯 这房子真大啊 � 美丽 我说嘛 jack子高有品位 有本事 好大的房子 他们零心房不错 这墙上还有我们的照片 老童子 你来看看 不是 我们俩都有 有吗 有 桌子特别好 这橙色你看 多好多大呀 以后你在这儿探报 我在那儿宅菜 你俩小孩在这儿做功课 这姐妹俩弄弄电脑 一夹子都围在一起了 妈 这桌子是我姐夫买的 你这说来说去 怎么没我姐夫的份啊 是啊 妈 当初买这桌子 就是给花花和卢力买的 一个家嘛总得有个中心啊 围着这儿吃饭啊学习什么的 你和我爸要是喜欢 我再给你们定一个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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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老房子的家具好使 卢丽娅 你看你小时候玩的 那个桌子椅子都是白的 你还记得不 是吧 我去弄菜啊 妈 你这脸怎么变得 跟舌头一样快啊 去去去 你好好地向你姐学习 找个好人家买个大房子 把自己早点嫁了 又来了 真受不了你 我去帮我姐做饭去喽 来 姐 我来帮你 我也去看看 你去吧 去吧 不错 这个啊 不错 不错 对 花花呢 花花学习有点累 说想多睡吧 你这儿 姐 你现在和我姐夫没事了吧 没事了 那就 好 那就好 帮帮帮 本来呀 我还挺担心的 就想看到你的制高好了 那我先你都放下来 来 妈 你这儿放下来 你这儿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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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吧 晓晓 吃饭吧 晓晓 志刚 你怎么回事啊 跟你说了好多次了 我妈血压不好 你怎么又把肉放她面前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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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不着我可以站起来吗 这桌子这么大 加起来根本就不方便 这桌子挺好的嘛 就是啊 最喜欢那种滑而不湿的东西 你这欢欢你还不起来 你快叫欢欢你啊 快点 你干嘛呢啊 很高兴的日子你干嘛 就是 这没有 这没有 你脾气太大了 姐 晓晓来了 晓晓 睡醒吧 晓晓坐哪儿啊 坐姥姥旁边好不好 我想爱着爸爸妈妈坐 好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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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妈妈旁边啊 坐这儿吧 来 晓晓今天 姥姥姥姥爷 晓姨还有晓晓都来了 就是想大家一起庆祝一下 你这想吃什么菜 让你爸跟你家 我 我可乐 想喝什么 这儿有橙汁 家里还有可乐和牛奶 不是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小孩能喝可乐吗 欢喝什么 我想喝白水 去把孩子那白水拿来 来 你们怎么不吃菜啊 带 带一块 来 晓晓你看这钟子这么大 爸妈根本加不了菜 你快点快点布菜 不用不用不用 姐姐夫 照顾我姐不行 嫁给我姐 嫁给我姐 就是 你也不知道照顾照顾你老婆 晓晓 爸爸对妈妈好吧 忘了碰杯了 来来来来 对对对 晓晓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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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山姐见到 晓晓来来来 我们走了 明远啊 妈 我们走了 我们下次再见 好好好 都去都去 走 妈 你别管了 你们快点 他们都走了 妈 我问你个事 老太婆 电梯来了 你先记住 我妈拿 你和智高到底怎么了 你也怎么样 和好了 真的和好了 真的 你看他这新家 都给我们安顿好了 黄黄的问题上 他也挺配合的 真好了 真好 那我就放心了 哎 我可告诉你啊 你得智高不能太口渴 哎呀 好好顾啊 知道了 知道了 妈 真的啊 走吧 那我走了啊 翻脚开了路上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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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您好 请问你们那儿收旧家具吗 志高 最近你和卢丽遇到了不少事 爸看得出来 你们俩心理压力 背影都挺大的是吧 有一点 男人嘛 要撑起一个家 要付出 要忍耐的 要多一点 有时候啊 假装看不见听不见 其实挺款用的 婚姻嘛 总会碰到点坎啊 熬过去就是一片天 知道了吧 你们俩啰嗦什么呢 快点啊 好好好 来了来了 上车吧 好 走 好 回来了 妈 妈妈 桌子 那桌子太大了 我跟你爸商量一下给卖了 回头再买一新的 好 你先去写桌子 陆立 陆立 出位了 我问你 桌子呢 卖了 卖了 为什么呀 我不喜欢那张桌子 我不喜欢那张桌子 你不挺喜欢的吗 刚来的时候你说挺好啊 大家都说好啊 我就是不喜欢你 为什么 你给我个理由 福利 咱能补这样 我每天小心谨慎地说话 不知道哪一句话惹了你了 哪一个行为又惹你生气了 希望我求求你 但自我检讨一下好不好 这就是原因 这就是原因 现在明白了吗 刘志哥 你不是跟我说这张桌子 是你专门为我跟慌慌订的吗 那怎么签收人的名字 写的是杨阳呢 不是巧合是吗 不是误会是吗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咱们的生活当中 有这么多 关于洋洋的巧合跟误会呢 我现在每次看到 那个桌子的时候 我的心就会超级 你们每跨那桌子一次 我就绝对被刀子斑了一次 刘志哥 如果你真的想重新开始 那至少应该做到 不要再让这个女人的影子 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否则的话 我们就只能再把这出 虚伪的信仰下去 来 还我起来了 淳于 来 快快快快快快 快点 来 走 回来 你再把手《三十七七七七七题》 agle 帮你去联的 现在让你去联省大众 我在床上 来来 当然行啊 来 来 睡吧 妈中间 来 去 来 来 跟妈咪好 嗯 怎么了 温温 我 我做噩梦了 温渐 你们愁叫 温家 温渐